这个基隆中原纪送灯献金的传统 是由庆安宫的法师 将写着祖谱姓制的祖谱灯 分别送到卢主以及四姓宗亲会 称之为献金 法师从庆安宫出发 按照各姓氏祖谱委员 以及卢主的名册 一一到家中进行送灯献金 并且会在相案前送金 为各姓氏祈福 中原纪他的祖谱的祖谱 主任委员 还有那个理事长跟我们的卢主 还有个性的卢主 我们都会来送一个卢主灯 祈求平安 祈安市府这样 然后就是有这个主任委员 今天有荣幸做主任委员 然后七月我们中原地官大地 还有我们的好兄弟 然后保佑我们的主任委员 和家平安 然后那个本境的就是我们附近的那个众神 基隆市的那个大小公庙的众神 也会来庇佑 庇佑我们那个主任委员 然后就有每位有送到灯的那个家里都和家平安 然后那个身体健康 然后事业顺利这样 上庇现金最主要是在这回中原地主要的人 包括主委、理事长、罗主 个性都有 主法省就一个主委 上庇现金就是标识对这些人 一个送灯陷阱 一种敬爱 那最主要是说开始标识说我们租 那坡土要开始了 这是一个很隆重的盛事 今天庆安庄专业上来 我非常感谢他 谢谢 记者黄润生 季庸报道